民進黨是進行土地徵收以及破千範圍最大 而且人數最多的一個政黨 遠勝國民黨 民進黨可以繼續利用台獨 掩護他的貪污 正當化他的貪污 現在民進黨的經濟政策 就是把財團的利益 連勝於一般老百姓的人權 民進黨這些人都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國外去 他們都不願意讓自己的小孩 為這個土地去留下鮮血 民黨卻要我們期待美國人 為台灣這個土地留下鮮血 這不是一個非常非常荒謬的事情嗎 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戰爭不可避免 阻止戰爭 就是不願意讓他繼續這樣胡搞亂搞下去 各位平行政府的朋友們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陳世曉來跟我們談米進黨 那陳世曉最近大家都很熟悉 尤其是自從賴皮療事件爆發之後 大家開始知道就是說 過去賴清德在台南市當市長的時候拆了多少人的房子 所以陳志曉這次出來 跟賴皮療對比有點像是王子復仇記 希望能夠復仇喔 王子復仇記啊 勇者鬥惡龍啊 好吧 那 我們就直接先入正題 因為很快再不到10天就是投票了 在把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用什麼方式 我們把它談清楚 好啊 第一個我想要了解的先說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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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念 事實上我覺得民進黨的 跟他的群眾之間關係是 還蠻儒家的 忠君愛國 的概念其實還蠻重的 他們定義的忠君跟他們定義的 愛國 那為什麼會 有這個看起來好像是蠻中國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在所謂的抗中寶臺這群人身上 我們看到如此的明顯 還是那麼有效 對那麼有效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在思想上面 他們並沒有脫離 重現儒家的那些 苛舊啦 但是這個東西又太細節我們今天就 暫前不談 那 最主要是這個道統這個概念我們知道那個道統這個概念是跟儒家文化綁在一起的 他基本上是確定說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在台灣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有這個合法性之後 那個 一般老闆就是 他們的信徒 就覺得說不管怎麼樣子我們一定要去 捍衛這個政權 就好像我舉個例子 就好像太平天國 發生的時候 是吧 那湘君的 李鴻章 曾國凡等等 他明明就是漢人 但是呢仍然會綁了辮子 然後呢去幫那個清朝朝廷 去撲滅這個 漢人的叛亂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維持那個社會的穩定性 是有這個必要性的 是至高無上的道德 所以 那個 這個大概就是道統的概念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道統的概念 因為歷史上面我們知道 那個 台灣 因為被不同的 文化跟國家殖民 然後呢 事實上就是 國民黨到台灣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他看成是 一種形式的殖民 那 民進黨他在 這個推翻國民黨的過程裡面 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黨外運動也好 或者民進黨的這些 你當然會告訴我說 他們是不同人 但是 歷史上面 表象看起來 表象看起來是有延續性的 所以他們就取得了這個道統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台獨 在這個道統裡面 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台獨當然 我們 現在好像談台獨 談台獨有點 沒有辦法 清楚的定義台獨 是吧 即使是賴清德自己 民進黨自己 他們定義的台獨也一直變來變去 但是呢 早期台獨的時候他事實上 他是 包含了各個 面向不同的價值 包含 版獨裁 然後要求 就是 當地軍民 就是台灣人 決定台灣的前途 那甚至也包含了民主啊 然後那個階級啊 等等 還記得早期的時候甚至 民進黨也是 某種程度的自稱是左翼的政黨 這部分我們可能觀點上會比較 因為我是從整個黨外時期走過來 從最早期的黨外雜誌 我在從大澳開始就在黨外雜誌寫稿 早期其實台獨在黨外並不是那麼重要 對 我同意 並不是那麼重要 那所以你說 把台獨變成就是說 過去好像是 反抗威權的一個力量的代表 所以從台灣的民主運動的發展史來看 對 我覺得這個是 都不必然 因為這個 所謂無言文啊 這個無恥的問題 對 所以這整個 中國傳統文化 受到更大的 這個討論跟重視 但是用道童 這個概念 來談民進黨 或者用 限制與此引先到他的這個台獨的這個主張 我覺得可能會稍微有點跳躍 因為 其實自小的家庭 跟台南很多朋友一樣 跟過去都是相對比較偏綠的 現在是墨綠的 就是說很自然的 就是說 那綠 也許在過去來講就是對國民黨不爽 那那個我 回應一下剛才申請的 那個意見了 其實我覺得申請你剛才意見呢 算是 從我觀點來看 是特別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早期掌握運動的時候 你也涉入蠻深的 所以呢 你看到的 畢竟會跟我們一般人 看到的或者是我們一般人 長期接受的資訊 會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今天呢是來 談一個我作為一個 一般人 好嗎就是在 黨外運動那段時間呢 我們家事實上也有 但是畢竟不是直接在那個運動裡面 去進行什麼寫文章啊 操盤啊 編輯啊 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而是做一個支持者 所以呢 其實我們那時候所認識到的 態度吧 你可以說我們所認識到的態度 我們所認識到的態度就是 我剛才提到的結合 非常多各個不同面向的 價值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一般人 就像是我的家庭而已 我們家庭就是基本上面對於這些所謂的進步價值 非常非常的支持 那很自然 也就會覺得台獨 是一個正面的價值 這個事情你剛才提到我的家庭 我大概 講一下就是說 那個我家庭背景以及 就是 為什麼 從那樣子的家庭背景會 讓我進行這個反思的 一個原因 家庭背景還有你家被 賴清風硬生拆掉了 一個特殊的經驗 好 事實上我爸媽他們 的 就是我祖先啊 父母兩邊的祖先 他們都是 到台灣背航久的 那我父親那邊他們是從前看海盜的 明朝末年南明的時候就 就跟著正成功 到台灣來 我媽媽那一邊我比較不清楚但是他們是非常多代的 那個基督徒 我爸爸有個特別的經驗就是呢他 228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 台南工學院的 大醫生 因為他 高中的時候跳級去考大學 所以他那時候算是那個台南工學院裡面最年輕的一個 那時候228的時候剛好 就是 事情發生 那 學生就去 所謂的維持秩序 那其實 就是去佔領那個派出所啦 那我爸爸那時候也去佔領那個博愛派出所 就在我家附近那邊 但是 事情結束的時候 當然會清香嘛 那他當然就是會有一些 同學學長被抓 我爸性免於難 但是這個經驗啦 讓他對於國民黨有一種 那個非常非常生物的痛恨 那我媽媽他們那邊是當然受教會影響嘛 那他們兩個是在那個 掌上教會的太平靜 做禮拜 你如果知道太平靜的話那是 綠到 出資的地方啊 那個應該是整個掌上教會最綠的 一群人 所以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小時候我還記得 就是 那個黨外運動的時候啊 我們家會去 那個很瘋狂的去聽演講 然後我們那時候很小我爸就帶了兩個小孩 帶了幾個小孩然後去那邊 聽演講然後甚至會丟錢 然後我家是一大堆禁書的 啊這個禁書的這個這個事情其實我覺得也某種程度讓我 影響了我啦 就是我那時候看禁書不只是喜歡看 老講我對於那個什麼80年代那種禁書可能還不見得那麼有興趣但是我對禁書這個東西其實是 有一種沒有辦法抗拒 禁書包括那時候的黨外雜誌嗎 當然啊 可能看到很多是我寫的 有可能 不只是這個樣子啊禁書可能還包含很多那個30年代中國大陸的 小說 還有那個俄國的小說 那這些東西在那個年代都算是禁書 反正禁書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就對了 我大學的時候甚至是意義性社團的社長 我本來以為啦 就是說我人生應該跟這個什麼社會運動也沒什麼關係 後來我回台灣然後工作一陣子之後我家就碰到那個 南鐵 東融的事情 在那個抗爭的過程裡面我就感受到一些很 不尋常的氛圍 第一個呢就是 會有社運人士呢他們 就講得很直白就說啊我們當然了解你們處境 你們遭受如此的不公義 但是 那個我沒有辦法幫忙 好不好 因為你們顏色不對 講得非常非常直白 那 第二個就是 在對抗的過程裡面我大概就一天到晚被人家扣那個紅帽子 什麼叫滾回中國去啊之類的 然後說共產黨的人啊 等等 那另外呢 在長老教會那個地方我們也受到很大衝擊 因為 事情剛開始的時候 戴慶德壓制媒體 那反而是教會的媒體叫做公論報 他是第一個來報導這個事情 然後呢因為 我們老家距離那個 神學院很近 所以呢就自然會有神學院的學生來幫忙 啊這樣子進行的大概 將近一年 突然有一次 那個神學院學生就非常嚴肅的 來告訴我說 那個他們神學院的教務長 要傳話給我 那傳話的基本上就是說 當然前面講一些很漂亮話 認同你們的理念啊 很同情你們啊等等 然後接下來又是但是 但是呢 可不可以請你們不要 批評民進黨 不要批評賴清德 因為我們需要 他們來打倒萬惡國民黨 我那時候當然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東西 但是這個事情讓我就反是就說為什麼這個長老教會我從前 我小時候在那邊上主日學 我還參加他們合唱團我一天到那邊出沒了 這個 怎麼跟我從前認識有如此大不一樣因為我從前都以為說 這些支持民主運動黨外運動或民進黨或台獨的人 應該要具備相當的民主自由平等的 想法才對 因為這些東西才是 普世價值嘛 是吧 但是為什麼會這個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另外一個呢 更大的衝擊是在2017年的時候 2017年 就是賴清德 的那個他跟他的金主 搞了一塊那個 土地啊然後去蓋什麼安置宅 然後他們要動工 我當然就是要號召老百姓去那邊 表示我們意見嘛 很有意思啊 因為 其實那時候 蔡英文已經執政了 在蔡英文執政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非常多的就是示威抗議 都被隔離距離他們的活動現場非常非常遠 我記得那個 那個還有那種被隔離4點多公里的 比如說他們在雲山飯店好不好 然後他那個地方 你只能在那個 那個很遠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平地 的地方才能夠去 他說很好聽 他給你弄一個叫做意見表達區 把你圍起來 你應該有經驗 民進黨發明 是的 過去的國民黨更年 對 然後南鐵運動那一次呢 我們是被隔離到 大概有一點多公里 所以我只能 弄望遠鏡 遠遠的看著他們的帳篷 在那個地方進行那個儀式 你要拍桌子再拍幾次 人家都聽不到 你砸桌子看不到 那重點是怎麼樣呢 就是 因為你知道那個南鐵居民大部分年紀都非常非常大 七八十歲的 是主流 是居多的 所以當然就我去動員老百姓 大概就是剩 老若殘兵 就是七八十歲的出來抗議嘛 就是老住戶嘛 對老住戶嘛 然後呢 我們這個消息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 我也發佈彩通嘛 台獨聯盟的台南崩潰 他們知道我們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就在他們的LINE的群組上面 去 要來跟我們對抗 而且呢 他們很有意思啊 他們還要出動 民主戰車 哈哈看看 因為我有朋友也在那個群組裡面 人財 人家覺得非常驚愕 然後後來就把這個訊息 因為他怕我們這些老人到時候 跟民主戰車 跟他們 他們號召的人應該是... 不用我們年輕力壯的啦 怕會有什麼 不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 schnell 他就先把這事情告訴我 然後 我當然是覺得不可思議呀 我們這件事情甘汰獨屁事study 你這個說法 因為這個其實有點在這種說故事上的 敘事邏輯的鬥爭啦 因為你看我突然讓我想到 想到賴清德常常自己對自己的一個稱呼嘛 叫做務實台獨工作人員 那你這個時候我就想到 他的賴清德這個務實台獨工作人員 會不會指的就像長老教會這樣子 在有需要的時候 他用台獨的這樣子來 先來壓制這些被強拆房子的 那當然是 但是我覺得賴清德的事情 我們應該更細緻的來討論 所以我現在先點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賴清德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事件就是 那時候有南鐵青年來幫我們 那這些南鐵青年後 我就發現他們產生了非常大的 心理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呢 他們覺得來幫助南鐵運動 明明好像是一個對的事情 但是在他們的同儕的氛圍裡面 卻會不被那麼認可 那甚至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那時候有學生就是來跟我談說說 他覺得好像他們在從事這個南鐵運動 好像有在好像是某種形式背叛台灣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們說沒有錯啊 南鐵運動的居民遭受很大的不公益 但是國民黨也幹了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應該是獨立建國 應該確立我們主權 所以呢 那個南鐵運動似乎是阻礙了民進黨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那所以他們就覺得做這件事情好像是跟台灣大多數人的利益 是相從突的 所以他們覺得很不自在 那受到很大的壓力這個樣子 當然還有其他事情 比如說有一個事件 甚至你可能知道 就是除了南鐵運動之外 高雄國菜市場 高雄國菜 對那個他被陳羽強拆嘛 那國菜市場吳富雄 吳富雄一直都覺得民進黨會幫他 是吧 因為他覺得這個 他的徵收是最受到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所以 但是沒有想到國民黨沒有拆 甚至國民黨那時候還要討論說 如何跟他把那個土地弄清楚等等等讓他們有個地方去啊 但是到陳羽執政的時候 二話不說 就用非常非常 惡劣強暴的方式 把他社會工作室拆了 那這件事情當然也造成 對我而言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那更不用說就是說 梁文傑他作為那時候啦 所謂新一代的台獨理論大師 梁文傑 好 號稱啦好不好就是 他呢就提出了一種理論 而且來看在媒體上面 他的理論是怎麼樣 他的台獨理論好不好 他的台獨理論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台灣要獨立 所以呢經濟實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因為那時候中國經濟也在崛起嘛 所以呢要跟中國的經濟崛起競爭 OK 然後說印尼也是在後面追趕啊 所以經濟的覺醒對我們台灣是 經濟實力對我們台灣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要發展經濟 那房地產是那個台灣經濟的火車頭 事實上他這個論點我們在後來 你可以看到那個蔡英文上台之後 這個也一直在推銷這樣的論點嘛 所以呢 那個我們去進行這些土地開發必須要有效率 當然不免為了建設吧 不免會碰到什麼居民的反抗等等 但是為了追求效率 我們必須要有效的把他們撲滅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台獨的路徑 這個對我而言 跟我剛才跟你描述我從前小時候對於台獨的認識 這個產生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衝突 而且還不止如此 你知道台南有一個組織叫台南新亞 台南新亞的創辦人叫顏婉林 他是從前社民黨的那個發言人 那其實不只他還有社民黨 還有後來的綠色盟等等等等 其實呢我都觀察到就顏婉林他還特別寫一個文章 就是要來美化 事實上是幫賴清德開脫啦 他說賴清德是無辜的 他只是他 他還是假裝中立的批評賴清德說 賴清德最主要問題就是他溝通能力不良 然後呢另外一手就把我們這些抗爭的人罵了一般 包含我們南田運動跟國菜市場的運動 所以我那時候 而且不要忘記這些所謂的社運人士 像是綠色盟啊然後那個早期的社民 他們外觀看起來都好像是一副那種 正義的要對抗威權的社運人士不是嗎 但總而言之這個諸如此類的總統 讓我對於這個台灣獨立這件事情呢就 產生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懷疑 那我的分析是這個樣子 就基本上面呢我覺得任何的意識形態 他如果有一個非常強力的強大的intention 然後他想要去創造一個社會的環境 是與現在的社會的狀況有一個比較大的不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呢他很容易陷入一種 烏托邦式的思考 集體主義的烏托邦 那這個集體主義的烏托邦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就是他們會有非常強力的說服別人去接受 他們的看法的intention 但是在這個狀況之下呢就 他們會刻意的去侵蝕事實到底是什麼 後來我們就看得到就是說 像民進黨他對於這個台獨的這個論述 事實上他是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定義吧 這邊有一個誤氣啊我還是要講一下啊 就是說你是不是把在解除戒嚴之前的整個反對運動跟台獨 好像等同在一起 我沒有這樣子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民進黨的創立者不要說黨外世界 黨外世界跟美媒什麼台獨的問題啊 那是台獨聯盟遷回台灣之後 跟日本的獨派跟美國的獨派 慢慢回來之後開始生死壯大 在解除戒嚴之前 你說民進黨創立者幾個小費稀寶 那你說朱高正 當時稱號稱台灣第一戰隊 鄭捷接頭小霸王 在台北帶起第一場接頭打 沒有 我知道啦 這些都不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你這種敘述把這個反對運動跟台獨 申請你你也你也誤解了我剛才的論述好不好 所以我可以再一次強調 就是說呢我剛才描述的是我所觀察到的 是是那時候我跟我的家庭並不是作為反對運動的逐筆者 或者是策劃者是吧 好所以我們當然看到的就是外部呈現的資訊 就是後來被呈現出一種敘事柔矩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並不是你所認識的 或者是我所認識的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說這個台獨的這個東西 他對於一般人的認識大概是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他就會包含我講的台獨在早期的時候是包含一些普世價值的 我的重點就是說因為他是被他著重於去說服別人 遠遠勝於他們對於事實的認知 這個樣子的結果呢就會造成他的 因為你的價值必須要有事實基礎吧 就會變成他們在價值上面的論述呢 事實上是漸漸的空洞化 OK 那這空洞化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會有所謂的定義台獨的問題 你是台獨 你是華獨 如果是怎麼樣呢就是華獨 如果什麼呢就是台獨 那國民黨可能就是華獨再加上華獨 對有物詞跟物虛跟土物詞 那事實上這些名詞的定義 就很像中國的遜古學 是吧 那遜古學的發生是在怎麼樣氛圍呢 事實上遜古學的發生是在 明朝特別是清朝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文字慾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呢 毒素人他沒有辦法有比較高的自由度去拓展他的思考 只能被侷限在一定的範圍裡面 啊走不出去了 那就來玩遜古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台獨在台灣也面臨了同樣的困境 就是說我們剛才談到的 那個看起來很漂亮的口號 跟現實上面的無法結合 第一個是我剛才提到的 因為他要把這個價值抬得很高 那現實上面他好像又跟我們談的 普世的那個民主等等又不見得那麼容易聯繫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他在實行上面的確是有他的困難度的 因為好像現實上面我們也不是說台灣人自己說 我們要台獨就可以台獨了 我們必須要考慮各個不同的面向 是吧 在這個狀況之下呢他就虛無化了 然後呢就遜古化了 那這個遜古化的結果並沒有去動搖在一般人 我所謂一般人因為是說信徒們好不好 心中的那個至高無上的那個價值 OK 反而在這個空洞化的過程裡面呢 讓他因為他虛無化反而可以抬得更高 把那一些實質跟實質比較有關係的 只有民主平等等等普世價值 進行了一個脫鉤 甚至就凌駕他們之上 那甚至我覺得最近發展 應該不是說最近啊 最近十年吧 甚至他就形成了一個現象 我覺得這個叫做工具化的現象 這個工具化現象就是變成說 好那 比如說民進黨最近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情 不是最近最近十年 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包含疫苗啊 然後土地掠奪 我要特別強調 民進黨是日據之後 在台灣進行土地徵收 以及破千範圍最大 而且人數最多的一個政黨 沒有他遠勝國民黨 然後呢他的進行的方式 跟國民黨也有些不一樣 國民黨呢是他知道他做事形成錯的 好那個別的政治人物 當然貪是一定要貪的 民進黨呢是利用政策 把這個貪污好像是高大上化 比如說前三企劃 然後把系統化 事實上他們是把這個貪污的餅給他做大的 所以也會造成有些國民黨的人 事實上也在這個結構裡面 所以他們也不見得那麼會去批評 這個民進黨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會變成台獨的這個概念 他不在空中化之後 他還反食了我們剛才談到的其他的普世價值 工具化了之後 使得民進黨可以繼續利用台獨 甚至其他的漂亮的口號 來作為他 掩護他的貪污 正常正當化他的貪污 比如說陳偉扁說他那個海角其實是要當什麼建國基金啊等等 那又比如說那個雞蛋的事情是吧 然後疫苗的事情 然後呢仍然會有信徒去把他理解說 就是國民黨不是有黨產嗎 我們現在只不過是在蓄積建國能量而已啊 所以仍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把他正就會把他正當化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看到這個黨民進黨這個黨他雖然 宣稱他擁有那麼多價值 但是事實上他是沒有價值的 他是一個投機的 那我舉幾個例子像是反核 反核我那個我大學的時候那時候就參與反核運動 那時候我們認識的反核運動 其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論點就是台灣是不缺電的 缺的是電能管理 其實前一陣子那個經營部長 台電的那個總經理不是也出來講這件事情嗎 是吧 但是在一兩年前那個藻礁運動的時候 洪生漢以及一群環保人士他還有民進黨 他是怎麼告訴我們的 那些都是所謂的社運人士好嗎 他告訴我們說不台灣缺電 如果不把藻礁搞掉 我們就會缺電 那這很明顯跟從前的那個反核論述是 像衝突了嗎 在這狀況之下 反核就被藻礁拆掉了 那環保呢被 他們埋了一大堆毒蛇是吧 特別是在台南 就被毒蛇拆掉了 比如說像是民主 民主不要忘記 民進黨是把公投鳥融化的 所以公投鳥融化又把民主拆掉了 人權是我們剛才講到土地的掠奪 那女權呢 甚至你可以說他是被小雲跟充氣娃娃拆掉的 還有那個 那個范雲的兩大堆 就是一直的雙標 那平等的我們非常明顯的看得到 現在民進黨的經濟政策 就是他們把財團的利益 財團的權力 厲害的利益 遠勝於一般老百姓的人權 所以這就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不平等 那當然他們也可以說 這是為了讓國家更有效率啊 有些人可能會解釋說 這是台獨就像梁文傑的那個謬論一樣 是吧 這些他從曾經去主張過的 他覺得號稱自己是代表的 民進黨號稱自己代表的這些普世價值 現在一個一個都空洞化 都空洞化的 那台獨還會是真的嗎 我的看法是根本也不是真的 因為他不需要他是真的 因為他要的就是他利用 這個那麼漂亮的Kanbang 來進行他的政權的延續 那政權的延續真的是為了台灣主權嗎 我的看法也不是 他的政權的延續 事實上就是要方便他們的貪污 那我為什麼會說 他們這是一個以貪污作為目的的政黨 對 非常有效率的貪污政黨 但是他的包裝就是台獨 以及我們剛才談的這麼多的普世價值 那當然很多標籤下就一個一個被撕掉了 OK 那我為什麼會說 他們的政權的延續並不代表保障我們的主權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如果要保障主權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國家一定要有一定的Dignity 也就是說以這個國家本身的利益來當作最重要的利益 是吧 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國家的利益 或者是自己人民的利益當作最高的利益的話 那在談什麼主權 昨天上那個民間特徵組 你曾經是這個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川普理事長 但在你這個南鐵東銀案之前還有大埔案啊 還有士林王家案啊 那這些都其實 那些人都跑去當官啊 那個人帶是成為民進黨的稀票工具啊 這個土地案 所以同樣是土地內獨 為什麼那個人帶的土地內獨跟你南鐵東銀的土地內獨不一樣 我跟你說那些人除了徐世榮教授之外 都我來點名好不好 那個吳英寧嘛 是吧 他也是農政的啊 陳其仲那個詹順貴 詹順貴現在離開了 但是最近群人好像又回去維穩了嘛 蔡培會 是吧 這些都是農政要角啊 你告訴我他們現在在幹嘛 他們不是在當官就等人當官不是嗎 OK 那所以這就是我剛才所提到的 我也不覺得他們真的是信奉那個價值 因為他們如果信奉那個價值就會有同一個標準 同一個標準他們就會平等來看待大埔運動 跟我們現在仍然在進行的南鐵運動 是吧 那這個就牽扯到我剛才提到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這個不注重事實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是念科學的 所以以下是我作為一個念科學的人 我們對於認識這件事情的想法跟定義 科學的對於事實的認知不見得就比較科學了 不好意思我們就會覺得比較科學好嗎 基本上面呢我覺得這個認識 至少必須要具備兩個部分 三個部分好了 第一個部分呢就是有一致的評判能力 比如說一個東西我們說一公尺 是吧我在這邊量一公尺就那麼長 我跑到月球上面去量一公尺也是那麼長 又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事物 我們不能那麼輕易的相信我們從單一視角看的現象 OK 那個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是吧 這件事這就是心經裡面的話 事實上它是非常物理的 它告訴我們說人類的感知 事實上很多都是處在一種distortion的狀態 這個細節我都不多說了 比如說簡單講我們聽到聲音對不對 我兩倍的功率的聲音 就你聽起來你不會覺得是兩倍的大聲 這樣子事實上人類才能活下去 不然的話我們就處於在一個非常大的 dynamic的那個物理的波動上面 你就活不下去你就情緒太亢奮好不好 anyway 所以呢物理非常強調就是說 沒有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或理論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 但是不要忘記要隨時準備推翻它 因為你可能會觀察到新的事實 你可能會信到得到新的理論 可能會推翻你從前的 那其實就像相對論一樣 事實上我覺得莊子是非常非常相對論的 像莊子它在談什麼 我並不覺得莊子是在跟我們講說什麼 要那個遠離城市啊這種你知道吧 那種好像自己過活這種 我並不覺得是這樣子 我覺得莊子事實上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看待一個事物必須要從各個不同的面向去看 你才會看到事情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觀察的第一個必須要具備的能力 第三個基本上就是要邏輯推理 那我覺得現在看起來我們特別是在黨的影響之下 黨的媒體影響之下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他的受眾 漸漸的就失去了這部分的能力 那以及非常強烈相信某一個烏托邦世界的人 可能也會為了要去追求這個崇高的價值 而失去了這個最根本的 最應該要具備的判斷事情的能力 那對於我這個念科學的人而言 我覺得那個價值是在事實之後的 我們必須要看清楚事實 有統一的標準 形成自己的看法 而且不要那麼僵固的相信說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對的 要想辦法去了解各個不同的面向的看法 這樣子形成的事實才會讓我們與時俱進 才會讓我們避免成為我們年輕的時候所痛恨的那些老人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戴青德 有一個所謂中華民國災難 或者他自己後來修正了說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說的 這個你怎麼來看這個問題 就跟你剛剛所要敘述的這個邏輯 好我基本上呢就我長期觀察賴青德 老實講他是一個草包 也就是說呢他好像很 呃很 所以是一個務實的草包 老實講他根本就我覺得他自己也 不知道台獨是什麼 簡單這樣子說 那你幫他解釋一下 我覺得呢因為我們剛才提到這個台獨 這個定義事實上在不同的年代 根據民進黨不同的需求 他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以及他那個時候希望怎麼樣子 在他的選舉上面發揮效果 事實上定義是一直在變的 他自己就用臺灣前途決議 對但是現在好像賴青德又要很強硬的 想說比如說他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災難 啊更早之前他又說台獨 這個路徑走不通是吧 不要忘記 還在同樣一年 所以賴青德自己的台獨定義 也是隨著時空他的需要而轉變的 這就很奇怪 你如果真的相信什麼價值的話 Support你應該對這個價值有非常非常清楚的定義 那個boundary 這界限是怎麼樣的 如果去論述他應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為什麼賴青德 他的論述如此的飄渺 不確定一直在變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覺得他根本就不是一個 他像他所描述的什麼他是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第一個他記不台獨 第二個他也不是務實 也不是工作者 對你也可以說他不是工作者 好那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台獨這個東西太 因為他工具化之後太好用 而且他的用途 並不是說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他是 他definition是什麼 你去用他 反而是不清楚的狀況 特別好用 選舉的時候 大家就是在談一種情緒不是嗎 那我就 適時的把這個工具拿抬出來 在選舉的場合有誰會 他的支持者會跟你 會問他說那你台獨的定義是什麼 不會 是從事到一種模糊的美感 你管他是美感或華爺 老實講賴青德 你從他的老家你就知道他是一個沒有美感的人 沒有品味的 超級沒有品味的 基本上面他就只是一個投機者 所以是一個完全沒有品味的台獨 對 不是台獨 你又陷入那個困境了好不好 就跟你講說不要去講台獨 這就是你的邏輯的問題啊 這是他們使用的名詞 那只是說他們使用這些名詞 你總是 總是要他們用什麼名詞 我們總是來 那你就陷入他的苛舊了 是吧 就我剛一猜就跟你講 不要陷在這些名詞 我們就是要來看清這些名詞 才能夠擺脫這個苛舊啊 好讓我們進去好不好 所以你的一個自戀文是科學工作者 我本來就是啊 科學工作者 你怎麼來講 那所以呢我覺得他 只是純粹要把這個東西來當作一個工具而已 所以他仍然覺得 他在談的是台獨 好不好 OK他支持者也會覺得他談的是台獨 但是他腦子裡面根本就搞不清楚什麼叫態獨 他只是在 他只是一個表演者 那台獨是一個面具 你要知道講台灣現在太多了嘛 就是有些人 這麼多人講是台灣是民主 多少人搞得清楚民主的東西 他講的是真的民主嗎 他講的是自由 我完全同意啊 這就是我完全同意啊 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缺乏 我剛才所提到的對於事實的判斷的能力嘛 所以才會造成這個結果嘛 不只是台獨而已啊 剛才我們談到一大堆價值都是這樣子啊 不是嗎 談了這麼多台獨的問題 那大家 目前都有擔心 這個方向 會把台灣倒向兵凶戰危 就是我們原來的這樣的和平的 大家自以為是幸福的生活可能會被打破 是 就是戰爭的危機啦 對 尤其是這兩年又有歐戰爭 了解 最近又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那麼台獨會帶來戰爭嗎 我覺得這個命題的假設本身就是錯的 好不好 當然現在國民黨等等他們都說台獨會引導到戰爭 我要論述的是民進黨他既不是台獨 好不好 他根本就不是台獨 但是仍然會把我們帶向戰爭 這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剛才提到這個所謂的價值的工具化 台獨的工具化 事實上呢 老實講他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 他唯一的目的就繼續掌權 然後在這掌權過程裡面去撈錢 是吧 要撈錢 其實你可以看他很多作為他就賭一把 包含那個高端的疫苗 他就是在賭一把 然後以及很多像是破千的時候他也賭說 其他人不會知道這件事情說他賭一把 所以是這種賭徒的性格 那他賭本是什麼 他玩這個博弈的賭本是什麼 就是我們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身家性命 那我要強調其實作為一個莫家 我們當然認為戰爭是對於老百姓最大的強害 沒有第二 是吧 所以我們要極盡想辦法去避免這個戰爭 我要講的是 他們是會把我們帶往戰爭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避免戰爭呢 我覺得這就是簡單講就是不能讓他繼續掌權 那其實民進黨還有一個說法 又說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所以他們會幫我們捍衛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有美國人來靠 這是我們的靠山 所以不怕 諸如此類的是吧 但是事實上你看民進黨幹了什麼事情 事實上民進黨是把我們防護力給他削弱的 老實是這樣 我們軍隊如果要比軍隊 我們可能也比不上中國大陸是吧 那現在台灣之所以能夠被全世界那麼注重 最主要是矽盾嘛 就是台積電嘛 那台積電他現在又屈從於美國的壓力 把他搬到外面 搬到其他國家去 那其實搬出去這件事情 移出去某一部分這件事情 當然對台積電是好的 對於美國 這個國家當然也是好的 這是美國利益的極大化的其中一個嘛 那當然對於全世界其他的產業可能也是好的 但是台灣當然是不好的嘛 但是民進黨要把美化來做這件事情嘛 所以你看民進黨根本就沒想要保衛台灣的意識啊 那沒有 不然台灣他當然沒有辦法再組組戰爭嘛 很好笑 美國要追求最大的利益對不對 美國最大利益不是去 捍衛其他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 好不好 美國最大利益就是美國國民公民的最大利益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的最大利益 所以我們從歷史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嘛 對不對 那個中南美 你不知道那邊 以及從前越南 其實都在美國自己想像著自己的最大利益去做的嘛 而不是真正是去捍衛其他國家的自由平等嘛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人 當我們看到民進黨這些人 都把自己的小孩衝到國外去的時候 他們都不願意讓自己的小孩為這個土地去留下鮮血 民進黨卻要我們期待美國人 為台灣這個土地留下鮮血 這不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嗎 所以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戰爭不可避免 所以阻止戰爭就是不能讓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他拉下來 不能讓他 不能讓他繼續這樣胡搞亂搞下去 呃自曉 本身你就說莫子 讀了相對比別人深刻很多 那這裡面有莫子其實是科學家 當然也是個哲學家 也是個社會學家 社會運動者 莫子如何幫助你來了解台灣社會 如何幫助你來了解內清德 莫家 其實 當然一般老闆先生說 啊那就是敬愛被公嘛 是吧 齁 那我要特別講 那那個是儒家對於 儒家對於莫家的詮釋 好不好 就我理解的莫家 基本上面他就是一個工程師 啊所撰寫的一本社會運動教科書 齁 那他裡面呢 基本他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呢 我們身為弱勢者 呃營造戰國的時候就有很多大國 然後 一般老百姓蠻慘的嘛 那對於作為庶民 一般老百姓 我們怎麼在那麼大的政治權力 下面去存活 甚至去追求我們的理想呢 這時候就要有方法 第一步 看清楚事實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才會去研究一大堆科學嘛 是吧 第二步就是你已經看到了這些力量如何去運作對不對 我們就簡單舉個例子 我們就來當各個力量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支點 就看我們把支點放在哪裡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可以去操弄這些力量 所以也就是說 對於 這個選舉我們當然在選舉的過程裡面大家 有些人就很瘋狂嘛是吧 不管是藍白綠啦 就看到他們支持人在上面然後就覺得好像 用那個人當選這個所有天下所有問題全部都解決了 然後很自然就會產生英雄崇拜 這從莫家觀念來看這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因 我們對於這些有權勢的人或者是政治 政客或政治家或政黨whatever 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我們的工具 所以我們應該先去定義你要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現在手上有這些工具是吧 那如何讓這些工具幫你完成這個目標 那既然是工具老實講就沒有什麼愛恨情仇的問題 只有好不好用 或者是這個工具可能會已經失控了 是吧你沒有辦法控制他那就變成像是民進黨 suppose民進黨應該是老百姓 suppose民進黨應該是我們去讓民... 期待啦本來的期待 去幫我們實現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的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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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普世價值的一個政黨的工具吧 但是現在很顯然不是的他已經 他已經自己具備了他的走向 已經完全失控了 所以像是民黨我們當然就不能把他 看成一個工具而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把他看成是我們的對手嘛 好這就是我為什麼 這是要打賴清德的原因 我們看到他們他們的本相 那對於其他政治人物的話 我的建議啦 就是從工具性的角度去理解他們 也不用說什麼崇拜什麼東西的 對於我而言好嗎 我覺得這次的選舉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讓賴清德當選 一定要政黨輪替 這個樣子從前他們幹的那些狗屁刀招的事情 那些黑箱才能夠打開 當我們這個社會能夠去監督執政者 以及能夠讓他們害怕說不要去進行貪污黑箱 掠奪老百姓的這些事情 之後我覺得這才是民主國家的根本嘛 我們現在連民主國家根本我們都達不到啊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選舉對我最重要的就是要政黨輪替 那你才能打開這些黑箱 是的啊 但是過去反黑箱現在變成黑箱的維護者 是沒有錯啊 那這為什麼原因呢 當然就是有一部分是我剛才提到的 價值的公共化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要再談一下賴清德這個人 他當然對於很多 他是一個草包 他對很多事情是沒有深刻的想法的 但是他很會裝 他是一個三流的演員 好不好 那但是三流演員你知道嗎 像像是一些那種演了五六百集的那種肥皂劇 台灣的那個本層什麼青江賣Gag搞之類的 基本上面仍然會有非常大量的觀眾看這些戲劇嘛 所以呢 那清德他現在要的就是那些觀眾而已 所以他還有35%他的收視率 是的他還有35%的收視率 那至於說怎麼樣去影響這35% 我覺得老實講我們只能盡我們說讓大家看到這個真相 那到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這個我們真的也不可預期 再回到賴清德這個人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他根本就沒有錯 你看到他在那個處理他的賴皮鳥的事情的時候 好像看起來很硬是吧 那只是一個面向 那個面向是說他不屈從於這個 這個社會的壓力 老實講他可能也不覺得這些社會壓力是壓力 因為這又牽扯到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反應 我覺得基本上面簡單說 他就是一個在台南被養壞的政客 因為他重新在台南什麼樣子亂講 登格勒死了一百多人他 在台上說如果不是他會死兩百多人 下面都有人鼓掌啊 就在這狀況之下他就覺得他硬要會過的 但是也因為他硬要會過 所以他是缺乏自省的能力 所以他的認識的水平 思想水平其實是很低的 甚至我也不覺得他會去對抗什麼權勢 我們舉個例子 我相信申請你也知道是吧 他去認了高宇仁的老爸 那個高景德 那可是2282的時候 也是負責清鄉的一個人 他是台南那時候 是台南人家家戶曉的故事 但是票還是那麼多 所以呢我要講的我要描述他個性好嗎 他的個性呢就 你看他會去拜所謂的萬惡國民黨 當老爸好不好 所以可見他這一個人是 跟他嘴巴上面在講的這些台獨啊 什麼看起來好像對價值很堅持 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就是一個小時候呢可能生活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長大之後呢在台南有這些機會 在台南老實講你根本就不用很厲害 你就可以當政治一路當的很順人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當他的 他的財富法或身份地位啊 跟他從前的年少的時候的經歷 有一個比較大的落差的時候 他反過頭來他就會覺得原來這個追求權勢 好像是才是人生的真正的目標 他就會去對待那些他覺得比較低價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種 也許他是一種個性上面的一種反叛吧 對於自己的過去的反叛 但是他是很俗辣的啊 你看他在前幾天那個 蔡英文那個元旦談話 他像一個小學生 而且還是那種犯錯的小學生 災難那個地方 不知所措 當蔡英文在幫他辯解所謂的 中華民國災難說的時候 你說賴清德真的會覺得中華民國是一個災難嗎 我覺得倒也未必 事實上我覺得他不不這樣子覺得 我覺得他做這件事情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去表 表示然後來 籠絡他現在急需要去鞏固的核心信徒的票 因為他這陣子實在是十分太多了 他的很多的言行 我相信也許他自己都感受到 中間選民他不是那麼容易掌控 然後也許他們在內部民調裡看 甚至連他們核心所謂的基本盤 也都有在崩解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他當然要出來鞏固啊 這個時候當然要弄 這時候台獨就弄一個更強勢的方式來抬出來 中華民國災難說 我覺得這是浪行程的 但是我要強調他自己可能也不相信這個 這只是工具 所以中華民國是災難 這是另外一個台獨的說法 沒有啦工具性啦 工具性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智曉 前智曉談了很多 那希望剛剛智曉所談的這些問題 包括反思 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 給平行政府的朋友 在1月13號投票的時候 多想想 多看看 或者家裡如果有墨子的話 多拿出來讀一讀 好今天謝謝智曉 OK 感謝各位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